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 那怎麼講 那個離情意義 其實在台北市議會服務的 這三年半的時間 自己還是 有很多很多的感動 那這段時間我覺得 也是我從政 這麼多年來算是 相當揮灑的一段時間 所以因此 也很希望說在台北市議會 服務的這段時間的經驗 可以變成將來 我到桃園 服務的一個很重要的養分 那終究市政上 學習很多 不管是從跟市府官員 柯文哲我們之間很多的 一些建設性的一個 問政的互動 或是常常會跟 議會的同事 一起來針對市政建設 來共同的提案 那有很多市政建設討論 所以 這幾天其實真的是 有點 理情意義 那心裡是有點不捨得 這不捨得是不捨得這些情分 還有過去曾經 一起奮鬥過的路程 但是我想 每個人生的段落 都有他的新的任務 跟角色 那我也相信在 在桃園的這一段 奮鬥的過程 一定會是從台北這邊 帶來的很多經驗過去的 那希望能夠有一個 新的人生的篇章 所以心情是這個 就是結束了一段工作 但是有一個新的工作 即將開展 那有一點點不捨得 但也有一點點興奮的心情 可以繼續往未來開展